就是這台沙灘車 有民眾看了 當場給了1萬塊定金 要買下這台5萬元的沙灘車 賣家拖了兩個月 沒交車 連定金也沒退 然後你跟我說一個月 就是後來 本來這一點我忘記了 你要叫我東西解釋給人家聽 因為你沒有弄好 不是我不要啊 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忙忙 忙到也是忘了這件事情 實際找到賣家 沙灘車還停在路邊沒賣 也需要修理才能發動 賣家答應一個月交車 處理了兩個月都還沒有好 因此買家想要取消買賣 退回定金 弄成這樣你叫我怎麼買 如果今天廠商欠你們 或欠兩個月 你不會想退掉嗎 我很積極的去找開關 只是說那個型號是比較特殊 所以那時候有拖到一點時間 雙方爭執不下 賣家答應口頭契約 自己忘記超過交車日期 只說退六成 不願退回全額定金 讓民眾又氣又耐 民法上面 這個口頭也是契約 吃鹽己腹囉 那當然這個他就說 這已經不符合我的需求 沒有那就可規則你這個車上 民法上口頭或是書面契約 都具有法律效力 但民眾還是遇到層出不窮的 糾紛狀況 2013年1月在台北樹林 民眾買中股車期限內 無法付清餘額 不但買不到車還沒收訂金 2014年12月在彰化有中股車行 收了訂金卻因為沒有利潤 不肯交車 2015年1月高雄民眾交車前 發現里程數被更改 要求退回訂金 取消交易 契約買賣陷阱重重 違反契約或不服正常交易習慣 有問題都可向相關單位申訴 立約前還是要溝通清楚 以免產生糾紛 記者黃志昌吳采薰新出報告